啊 砸整啊 昨天我收到了一个私信 告诉我说我被抄袭了 很习惯了其实 我看了以后发现 哇 太精彩 所以我就今天加更一期视频 作为这个视频作者本人 来亲自来观看一下抄袭我的抄袭经 先来看一下原版 我现在跨远之心一整个彩虹屁视频 120个神妙 90个迷你挑战 900个呀哈哈 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世界冒险 这些都完全没有办法展示 荒野之息的牛逼之处 这么说吧 从我出生到现在为止 在我一个手就可以数出来的 感觉到幸福的瞬间里面 玩荒野之息就是其中一个 还可以啊 瞬间这么少 一般游戏玩起来都是想赶快打到boss 赶快通关 但是呢 荒野之息不是的 这里是初始台地 那边就是盖农的承包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打boss的话 直接就可以去啊 我所有玩过荒野之息的朋友 都会同意这一点 那就是 有荒野之息玩的日子 都是大家几年里面最开心的日子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漂亮 温暖 可爱 自由 奖励孩子似的好奇心 也把所有进入这个游戏的大人 变回最好奇的孩子 我是真的非常守不得离开这个自由美丽的世界的 游戏越接近尾声 我就越想哭 嘿 塞尔达 嘿 先到这里为止了 这个抄袭我的人叫做 手游达人阿末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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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开始了呢 还飙好号了呢 塞尔达传说第九 Top九 行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了不起 来 十款Switch游戏推荐 抬名部分先后 九 塞尔达传说 旷野之息 一百二十个神妙 九十个迷你挑战 九百个鸭哈哈 鸭哈哈 鸭哈哈 打倒boss赶快通关 但是旷野之息可是跟那些 外面的妖艳货不同的 这里是初始台地 而它的对面就是盖农的城堡了 所以如果你想打boss的话 完全就可以选择直接过去 相信所有玩过旷野之息的朋友 都会同意这一点 那就是玩着旷野之息的时候 都是大家这几年里面最开心的日子 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的漂亮 温暖 可爱 且自由 直接就把所有进入这个游戏的大人 全都变回了最好奇的孩子 反正我是真的非常舍不得 离开这个自由美丽的世界 猜猜野果 骑骑马难道不舒服吗 舒服吗 哎呀 反正一百年都走了 那就再等到下一座出来时 我再去救她吧 十款switch 鸭哈哈 看来它是对我这个 来自旷野之息的口音十分不满 才会把鸭 把鸭哈哈读成了鸭哈哈 没有不起 口条真不错 很有这个播报员的feel啊 No.4 No.4 这是一个庞大又奇幻的一世界 世界设定非常的扎实充分 角色很有魅力 故事引人入胜 每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巨大的巨神兽身上 好熟啊 仿佛大陆一般 在云海当中遨游游游 玩家走到大陆的镜头时 还能看到神兽的头和尾 游戏能让玩家热情高涨 音乐搭配上也是超赞 主要是山情 一到山情的地方就必定 等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差不多的稿子被他改了一些小的措辞以后 碰上了他的配音和他重新放进去的画面就 就那么土呢 我没有那么土吧 朋友 这段 找出来看看 一堵之刃嘛 第八名 你看 一堵之刃二 天下第一 多么自然 是吧 一把餐刀 你一定要加入这个游戏 而且一代的Switch重置也公布了 该预定了 庞大又奇幻的异世界 真的特别大 人家原来视频里面的BGM不好听吗 这要换土不辣机 上游泳 走到大陆的尽头 还能看到神兽的头和尾 异度之刃二 能让你体会60小时 天哪那么好 那么Bravo 精彩的一个哽着脚被你给删掉了 连起的冒险试试 精髓傻也没有抓住啊 不看了不看了 这都受不了了 继续 加了加了 误会了 误会了 不好意思 道歉 您抄了 抄了这段 一会儿轻松 一会儿感人 一会儿又愤慨 阶段性的开放战斗 这点设计的十分巧妙 剧情中玩家扮演的主角 就是那种最经典的无名小徒 为了一个普通的原因而踏上旅途 结果被不断卷入大势 然后拯救世界 但是这款游戏的战斗太繁琐 而且需要记住的东西太多了 慢热的推进 让他很容易把新人劝退 进入剧情 加上熟悉游戏的系统 大部分人都要花上 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才能适应 但只要有这样的耐心 异度之刃二 一定会让你觉得值得 十款Switch游戏推荐 No.5 超级马里奥奥德赛 此奥德赛并非玉璧的 那个斯巴达刺客 而是大家都熟悉的水管工 作为任天堂 真的不是超 这段不是超小 不是我干 不是我干 这个奥德赛啊 不是 下一个 6 马车8 对于Switch了解的朋友 一定知道 马车8是这一平台上 目前为止最为畅销的游戏 那么这个游戏到底贩售的有多好呢 我们来看一组简单的数据 阿牧 你是不是看了我的视频 你才知道这个信息的 很惊讶的 全球销量4千万台 马车8的销量就高 哦 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 这个素材是属性 每两台不到的Switch当中 就插进去了一份马车 绝对可以说是Switch上面卖的最多的游戏了 来 我们来看看这款party game 受不了了 1 谁呢 答案就是 马车8 这个游戏卖的有多好 Switch全球销量4千万台 马车8的销量 诶 同样的 同样一张截图 一样的画面 被他一直说除色设计 我就觉得不咋出色了 我本来写的时候觉得挺出色的呀 啊 真的是 他们都能够经历地面水下树上的各种环境 甚至还有着2D横版转 那么精彩的剪辑就这么给扇围了 3D俯视角的场景切换 令人耳目一新 只不过想要在脚底抹油的惯性作用下 一气呵成完成所有动作 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下一步会滑到哪里去 反应快 你就是大金刚 反应慢 你就是幼儿园 好在 哈哈哈哈 这个游戏还是给幼儿园们 准备了入门级的宝宝模式 玩家可以使用大金刚的二球时 就会大大降低游戏难度 这个台词念起来都抓错了重点 充满力量感的起跳 锤地 抓绳动作 还有落地时的巨大惯性和重量感 游戏设计相当出色 在一个关卡里就会经历地面 水下 树上各种环境 还有打破2D横版从左到右行动限制的场景切换 脚底抹油的惯性鼓励你一气呵成完成所有动作 你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下一步会滑到哪里去 五条命 二段跳 空中超场待机 这样都玩不过的话 那我们还是二手市场剑吧 你还是二手市场剑吧 去吧 你这个二手做二手视频的价格 这怎么随便刷刷都跟我有关系呢 大乱斗是一个超级快速的平台格斗类游戏 要的就是比比看谁能把对手打出场地 这是跟传统格斗游戏完全不同的玩法 除了74个战士 103个场地 超过800首音乐外 还有各种不同的道具 机关以及几十个小时的单人模式 它的问世直接让全球的任天堂粉丝们为之疯狂 尤其是在欧美地区 这款游戏的发售所引发的热潮绝对堪称一场盛宴 想了也是啊 你在什么游戏里面能够看到屁股当中的Joker 屁股 作为一场整个游戏界的明星红毯 大乱斗中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 作为菜鸡也可以玩的既开心又热闹 总之喜欢在游戏里面寻找竞技性 或者有朋友可以在电视前来一场混乱热闹的乱斗的人 你们肯定能够在这个游戏里面找到最淳朴的快乐 不是就是就是 词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给他换了一下廉词换了一下这个因果关系 各种什么一搞就感觉 哎呀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哎呀他在说什么呀 说不了大乱斗来大乱斗 任天堂明星大乱斗 大乱斗是一个超级快速的平台格斗游戏 比比看谁能把对手打出场地 拥有传统格斗游戏完全不同的玩法 74个斗士103个场地超过800首音乐 各种不同的道具和机关 几十个小时的单人模式 而且还可以不断购买DLC继续增加斗士 你在什么游戏里面能够看到P5的Joker P5P5啊我说错了 重点被他一搞就整个意思都反了 是吧 网飞上面有一个美剧叫 好了好了就到这了 超时健身环大冒险 这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老少嫌疑作品 甚至前段时间还登上了报纸的头版 只不过唯一困难的是 此时想入手的话非常的不划算 毕竟原价500多的他 都已经被炒到1200多了 在修 我的视频里面的时候他都已经炒到了1600 括号还炒到1800 您这直接搞什么1200 您这给健身环降价呢 啊 这都是原创 任天堂为这款游戏制作了专属的配件 并且游戏和配件捆绑销售 让人看到了任天堂对于这款游戏的重视 10款Switch游戏推 Xbox 360销量 看的差不多了 我这一整期任天堂Switch16大入坑必买游戏上 已经被抄的差不多了 最新的他发的Top3到Top10嘛 按照这个节奏 应该是整个抄了我这个任天堂Switch16大入坑必买游戏上 但是我这个上呢 只做了8个游戏 所以呢他还差两个游戏 当然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比如说他这个Top3是给了 寶可梦Let's go 皮卡丘一部嘛 他去掉了我选入的火焰之文章 风花雪月 他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 现在他做剩下的一和二 辛苦他了 我没有做10款游戏 他这也不好说Top8是吧 这个都不是最骚的朋友们 回到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是在登录状态上去浏览他的内容的 因为这个是我本人的手机 我也搜过他 手游达人阿末搜索结果 没有用户 没有 剩下他的这个抖音号 搜索结果为空 粉丝朋友给的链接这二维码 打开看看 视频已消失 我还是还给人家回 说我看到这账号和视频都不见了 可能是已经被处理了吧 然后他会说没有啊还在啊 我靠太扫了 我只能想到说 他已经预防性拉黑我了 太针对我了吧 朋友 我是吧 探完歌姬小名字 在抖音上面 一共只有5095个粉丝 何必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都不用 哇 就怕我搜到他呢 害怕啥呀 你知道现在其实像这种程度的 把你的稿件拿过去 然后重新配声音 重新剪一小段视频出来的话 嗯 因为我之前其实这个ID有印象 他好像以前是搬运还不知道抄袭过 有这个黑历史 好像是跟 我跟某个运营有提 说过这件事情 但很明显啊 这个平台是不会对他进行什么处理的 所以这个维权方面是比较无奈的 但也不是说这个维权的行动一点作用也没有 作用就在 他把我拉黑了呀 他让我不知道自己被抄了 他害怕我看见他的作品 啊 为什么可能害怕就害怕在我会 真的认真的去欣赏他的作品 并且把它做成一起我的原创视频吧 好了这个给大家笑一下 就大概这样吧 拜拜 拜拜